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我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就是你今天在哪里上班 你是在你的家里的卧房 还是在家里的客厅 是到你的公司 还是在什么地方 那你是穿睡衣上班吗 还是有穿正装 那你是素颜上班 还是打扮上班 其实过去一年多来 全世界都陷入这个新冠肺炎的危机 其实很多国家早就实施远距上班 或在家上班 直到最近几个月 欧美的国家施打疫苗的比例比较高 所以欧美国家才陆陆续续 回办公室去上班 那这一股在家上班的氛围 在台湾其实一直都不明显 因为台湾的疫情 直到今年5月以前都控制的还不错 那么5月14号台北进入三级警戒 5月19号前沿台湾进入三级警戒 台湾人才深刻的了解 没有办法去办公室上班 必须在家上班 这样的生活 台湾也终于碰到了 所以像我的公司 我们杂志社 我们也是从5月多开始 一直到现在8月底了 还有超过一半的同事都还是在家上班 所以今天这一整个礼拜 今天又是礼拜一 我们都要来谈谈未来的工作 跟上班的形态 到底会变怎么样 那么国外呢 这是走得比较前面 因为他们疫情也比较严重 远距上班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那我也会分享这个哈佛商业评论上 有关于这一系列文章的探讨 那么首先呢 我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在几个月前 应该是2020年的11月还是12月号 哈佛商业评论上有一期封面故事 那它的封面呢 非常的吸引人 封面设计是海边的一间小屋 那它的标题是 谁处都是我的办公室 那这是不是很吸引人 就是说 你可以在海边小屋上班 当然我也可以把海边小屋 变成一个山巅的 就是在山上的一个独栋的房子 或者是一个农村的房子 那边都可以是你的办公室 所以这样的情景是不是很吸引人 至少是很吸引我的 那么在美国呢 过去一年多来 因为大家都居家上班嘛 所以呢 像矽谷一带啊 就很多上班族就搬离开矽谷 因为矽谷的房子很贵 矽谷的路上也很塞 物价也是相当的贵 所以呢 因为既然都居家上班 我可能是Google的员工 我可能是Facebook的员工 我可能是什么科技大公司的员工 但是我不一定要住在矽谷啊 既然都居家上班嘛 所以一大堆人就搬到德州的休斯顿去 因为他们很多人就出来分享 那边房子可以住很大 同样的钱可以住很大 那房价也比较便宜 物价也比较便宜 所以就有一股搬离矽谷的潮流 所以如果在台湾你也可以想象啊 如果因为疫情的关系 你的公司在台北 但是你都居家上班 如果你老家在花莲的海边 那你回花莲的海边 也可以上班 然后你是领台北的薪水 或者回你父母的老家 又可以照顾父母 又可以方便工作 所以这个是不是很令人向往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多少是离乡背景的人 其实我自己就是 所以我看到这种随处都是我的办公室 就会很向往 就会想说我年轻的时候 如果可以随处都是我的办公室 我或许就不用那么辛苦 那我来分享一下说台湾这个三年集生 四年集生五年集生六年集生 我就想这位我比较熟悉的 这些年代的人 如果你是从南部乡下到台北来发展 几乎都曾经有一个共同的经验 就是租房子租在顶楼加盖的铁皮屋 那我自己就是啊 我是五年集生 念大学的时候才到台北来 我的大哥呢 也是后来到台北工作 一开始呢 因为我们是乡下人啊 老家乡下都是农村啊 来到台北就是所得有限嘛 然后要存钱买房子嘛 所以大家都是在顶楼加盖的房子住过 因为房子便宜嘛 那我记得说我那个时候 顶楼加盖也住了好几年 回想起来真的生活品质是很差的 因为夏天真的是很热 那因为房子是租的嘛 所以自己也不可能买冷气机 所以我还记得说我那时候跟房东说 这夏天这么热啊 住不下去啊 你要帮我弄一台冷气机 因为我如果搬家 我不可能搬走嘛 因为是租的房子 所以我这个房东很妙 他就去找了一个非常中古的冷气机 然后只要一开呢 就轰隆轰隆轰隆 非常的吵 然后你知道我们也舍不得开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就是要存钱买房子嘛 所以呢 我记得那时候 因为我已经在做新闻工作 有时候白天要在家写稿 又舍不得开冷气呢 放个冰桶 然后用毛巾呢 弄得冰冰凉凉的 放在脖子上 放在肚子上 让自己降温 也过过这样的日子 然后晚上呢 睡觉的时候才会开冷气 但是一开就轰隆轰隆 像战车一样 我现在在看到这个 随处都是我的办公室 就想说 如果我年轻的时候 网络这么普及 电脑这么普及 然后又因为可以在家工作 我就可以回我爸妈家 我何必在台北 过这么辛苦的日子 然后还要存钱买房子 台北的房子 有这么的贵 所以如果说未来人类的工作 或是台湾人的工作 的确是有一些改变的可能 我想也会照顾很多 从外地来大都市 找工作的年轻人 他或许就不用那么的辛苦 他或许也可以就近 照顾他的父母 或者是选择更理想的 更合适居住 然后房价物价 也不会那么高的都市来生活 接下来呢 我就来分享这个 随处都是我的办公室 这一篇文章的精华 那么这个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 气管教授发表的一个文章 那他针对这个议题呢 他研究相当多的公司呢 发现说 其实已经越来越多公司 都实行更弹性的工作模式 那他举了很多例子啊 比如说某某科技公司啊 他就宣布到2025年以前呢 75%那就是四分之三的员工 绝大多数都在家上班 那么其他像推特啊 脸书啊 西门子啊 这些大公司呢 也都表示说 即使疫苗的施打率 已经越来越普及了 但是他们还是会倾向 保持弹性的工作模式 那么最近呢 因为台湾比较解封了嘛 降级了 所以也比较多一些人 出来互动 那我陆续都遇到一些 台湾的外商公司的总经理啊 或者是董事长在台湾的 那他们绝大多数也都表示说 目前呢 也还是一半的员工在家上班 那么以后办公室的规划 也会采取混合式的上班模式 也就是说即使以后疫情减缓了 疫情没有了 也会开放让员工选择 比如说你一个礼拜 有两天是在家上班 只有三天需要办公室 那办公室的设计呢 也因此呢 也必须要做一些改变 比如以前可能就一个萝卜 一个坑嘛 一个人一个位置 那么以后可能就没有固定位置了 其实这个没有固定位置是很多 比如科技外商 像据我了解IBM 像Google 很多公司也都早就采取 很多职位是没有固定位置的 因为他们可以在家上班也好 或者是常常在外地开会 不常进办公室 那以后这个会更普及 所以他办公室的规划 不一定说 我就是减频数啊 缩小 而是说把办公室规划 重新设计为更多开放的空间 更多可以讨论开会的空间 让大家回到办公室 就是一个联谊的时候 然后让办公室变成更舒服 但不是说 大家没有固定位置 所以就把办公室减半了 不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说如果你的公司 目前都还没有做过 这个远距工作 在家工作 或随处工作 这样的思考跟规划的话 你可能要准备着 即使是疫情 有可能随时再来 所以大家还是要 让你的同事 你的员工 在家上班也是 很有效率的 而你自己如果是一个上班族 你又要想说 你以后是不是有办法 随处上班 在家上班 那么这篇文章 同时也分析说 其实啊 如果做历史的分析 这个远距上班 在家上班 这样的潮流 并不是因为 新冠疫情来了 才发生的 所以它并不是 过去一年多来 才新兴的一个趋势 事实上早从 1970年代开始 就慢慢的 有这个在家上班的 这个趋势在产生 而且是在疫情 还没有爆发以前 其实它就越来越普及 尤其是在西方 欧美这些国家 那这篇文章指出说 在1970年代 有两件事情 使得这个工作形态改变 那居家上班 或者是远居上班 变成一个可能的 两件关键的因素 第一个是跟华人有关 就是早期的电脑 就是一个很大的运算 可以占掉一整个房间 整个的主机 主要就做 比较精密的数学的运算 而是足以科研的层次 那么后来是王安电脑 就是一个华人 到美国去发展 很成功的这个王安先生 他成立了一家公司 叫王安电脑 也是在1975年 推出全世界第一台 可以编辑 也可以检索功能的 文字处理系统 那他就是让个人电脑 或后来这桌机电脑 可以变成普遍的一个先驱 所以就是有这个新的 电脑工具的出现 使得在那个年代 已经有开始 有一些居家上班 这样的先例 那在1970年代 因为又碰到了石油危机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年纪比较大人会有印象 就是哇 那个油价就飞涨 而且缺油 所以那个年代 因为员工要到办公室去上班 因为尤其是像美国 这种国家 你要去办公室上班 通常是要开车的 根本买不到油 或者是油很贵 所以你的交通成本 就变成非常的昂贵 因为在那个时候 已经有网安电脑的出现 再加上交通成本 非常的昂贵 这个双重之下 使得就开始已经有人 陆陆续续的在家上班 所以那个是从1970年代开始 就在家上班的 这样的趋势跟现象 那当然随着电脑越来越普及 又从桌机又到笔电 然后网络越来越普及 那使得这个居家上班 变得越来越容易 而且越来越多工作形态 我们讲说零碎经济 这个自由工作者 斜干工作者等等 也越来越多 这种工作形态的变形 所以居家上班的人 其实已经比以前多很多 那再加上疫情的催波助澜 所以这个趋势 已经是不可挡 那大家认为说 以后这个就会变成 一个新常态 就是不管以后有没有疫情持续 或者是疫情已经消失了 或许这样的形式 已经会变成新的日常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这样的准备 你如果是一个公司负责人 你可能要为这件事情 要有新的想象 如果你是一个个人 你要为有一天 可以用这样的形式工作 做准备 你是ready的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工作趋势 那么这一篇 我们在引用了 这个Stanford大学 一个经济学家的研究 他在2015年也做过一个研究 所以就说其实我们都会怀疑说 居家上班是不是 你就在家偷懒 打混 看电视 吃东西 等等 事实上 根据他的研究是说 居家工作员工生产力 还提升了13% 其实在美国已经发生了 就是他们已经居家上班 一年多了 很多人也不太愿意 再回去公司上班 他们选择在家上班 他们不想再回办公室 已经有一些研究显示说 让员工自行决定 他们最适合 他们的工作地点 其实会带来正面的效益 那么到底居家上班 这个潮流 或随处都是我的办公室 这样的趋势 或这样的形态 到底对个人 对组织有什么优点跟缺点呢 那我就保留到明天 我们的节目 我才继续跟各位做分享 那我希望各位明天再回来 如果你是一个主管 你是一个公司负责人 你应该要了解这个趋势 如果你是个员工 你也要了解这个趋势 那这个是未来的工作的新常态 我想都会影响到每一个人 最后呢 如果你喜欢这个podcast 欢迎你现在就订阅这个节目 并且到说明栏 看更多的管理观点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从团队到个人 管理的大小时都是HBR的事 现在就上 www.hbrtawan.com 订阅数位版 首月只要60元 让你无限创读所有文章 向国际大师学习 现在就开始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